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得很好 这些营收出来就不难看了 那大力光他的说法是说 目前是大客户都在把订单下修 大客户 因为大力光不纯粹是平概括 因为他这几年有慢慢有做 华为三星都做了 镜头这一块 所以他放回广 那不要忘了大力光是所以能當股王 是因為他基本面很好 股價才能夠有這種幾千 四千塊五千塊這種機會 那當然我要必須跟大家講說 原本我們看到一個電子股的旺季 是在第三季 很重要 因為這是科技股的旺季 因為第三季到第四季 開學潮對不對 還有第四季的Christmas 那些感恩節等等這些的購物潮 那到底能沒有這個效應的話 這個值得觀察 你看那個川普 最近跟那個佛旗槓上了 川普說打死我秋天就是要開學 對不對 你不要給我 學校不要給我遠距離教學 遠距離教學學生 如果是留學生都叫他回國 都是這樣子的 那今天又跟佛旗槓上了 那為什麼要提到這個 待會我們再講 好 那大力光星說 七月八月 現在是六月嘛 七月八月就代表第三季了 他說未來兩個月跟六月的 營收差不多 不會好在哪裡 所以大家就想說 他應該是沒有蘋果訂單 那你沒有蘋果訂單 是蘋果不能如期推出的 對啊 這個大力光是最敏感的 好 那最後的產業我們說 防疫遠距離辦公跟資安 還有什麼衛星航太 那這個我們再接下來的就會講 我們去看圖表 好 道瓊 今天晚上是關鍵 我再講到今天晚上是關鍵 因為川普跟佛旗對上了 剛才新聞才出來 說佛旗認為說 很多大城市啊 美國很多大城市 疫情暴增啊 對不對 他認為說應該要第二次封城 那川普就槓上了 剛剛川普說啊 如果一直聽專家的話的話呢 那會死得很慘 千涵你有沒有聽到什麼 聽專家的話 你如果聽專家的話呢 你會死得很慘 是川普的說法 那如果你 但是佛旗真的是專家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其實很重要 是專家對 還是川普對 那現在反映到今天 亞洲市場上都跌 那我們不知道 美國今天晚上 但是今天晚上是決戰 很重要的決戰了 畢竟股市都漲上來了嘛 是納斯達克繼續漲 把道瓊拉上去 還是道瓊跌下來 昨天就跌了嘛 對不對 還把納斯達克拉下來 這個很重要 我們看一下納斯達克 畢竟昨天還創新高嘛 所以基本上 我們還存有多頭的觀念 就是因為納斯達克 跟我們聯動比較高 道瓊畢竟 但是道瓊是因為 被疫情影響 裡面有航空股那一些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好 廢燈半導體 垂也創新高 所以問題也不大 所以今天晚上才是決戰點 注意喔 今天叫做 川普對抗佛旗的一個戰爭 到底是專家對 還是專家川普對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好 上陣指數 今天稍微震盪拉回 那也合理啦 你看最近剛剛那 90度那樣 垂直上去 對不對 漲多拉回 這也沒有什麼啦 不過還是強調 這些都要等到今天晚上 才會有答案 再來看 價錢指數 今天終於稍微黑棒了 漲了幾天也黑棒了 這個都是合理的啦 都合理的啦 目前來看都合理 我們再看一下 好 亞馬遜創新高 所以你在美國 納斯達克製作為創新高 裡面電商 跟疫情有關係 生技跟疫情有關係 然後其他的什麼 Space那些有沒有 SpaceX那種太空 也有關係 是那一些的 並不是大家認為 傳統的科技股在漲的 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網路安全 你看 這個是不是創新高 這是歷史新高 那你說 居家辦公啦 什麼的 視訊會議 很多大企業 那個商業機密 在開資訊會議的 那員工進來的時候 有沒有 對不對 手機要放在外面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你現在視訊外議的話呢 如果駭客開進去 他就沒有商業機密了嘛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這漲翻天了 所以你說遠距離辦公沒問題 可是這個網路啊 你看那個中印啊 印度已經不要 中國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網通產品了 對不對 又禁抖音 那昨天剛才那個 今天昨天那個 這個美國國務卿 還說要禁抖音 都是一個資安的問題 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這個維鎮英盒 你看掌聲上來了 最近剛開始 再看下一個 好 中國衛星你看 左邊漲過一遍 對不對 6月去年漲到今年 2020年 這樣又來了 對 又來了 這個都要注意 我們再看一下 大立光 來 底部打出來了 但是壞就壞 在他今天跳空下來 是 那大立光法說會 就這樣 現在大家只能期待 下個禮拜的什麼 台積電的法說 好 再來看 如果台積電法說不好的話 那就怪 因為台積電今天要創新高 對不對 他的法說如果不好的話 那是很嚴重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正視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遠展 你看繼續漲 沒錯 遠距離辦公 遠距離辦公 再看下一檔 華遜 這個也是今年切入 遠距離辦公 再從低檔上一路 彈升上來 那最近震盪 震盪整理 我們再看下一檔 好 公準是低軌道衛星 3178的公準 低軌道衛星 它開始切入了 但是今年的事 那今年讓它反彈過 高頂過 都是這個題材 再看下一檔 台陽是標準的 鴻海旗下的低軌道衛星的概念股 那鴻海今年在我們國內 比如說5G都要開台了 都開台了嘛對不對 那5G要變6G的話 就要靠台陽 低軌道衛星 再開一檔 好 靈異也是 靈異是資安 資安 資訊安全的概念股 你看這個股價都是 慢慢震盪走高的 我們再看下一檔 再看下一檔 林群也是 它有衛星 我們國內什麼 福衛1號 福衛2號 那衛星 就是它跟政府合作的 它是不是 林群是不是治安 是喔 你網路打的資安 就是林群 也有資安 它有防疫的概念股 它做了一個機器人 叫做Aiuta 這個機器人 在這個大樓裡面這樣行走 它也可以看到說 你沒有戴口罩 就跟你嗶嗶嗶嗶 那你溫度太高對不對 就跟你嗶嗶嗶嗶 它已經在日本的電視台 已經亮相了 我再次最後還是跟大家 今天禮拜五 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今天晚上的美股非常重要 是川普贏還是佛奇贏 專家贏的話 那美股就中錯 川普贏的話 就化險而已 美股會繼續漲上來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是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的Light 跟Tag 財經解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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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